国足的水到底有多深呢 恐怕没人比赵本山更清楚 因为仅仅用了180天时间 国足便让赵本山彻底喊心 作为一个足球资深爱好者 赵本山对足球的热爱可谓是痴狂的 然而国足却啪啪打了赵本山的脸 2005年2月一场饭局上 辽宁足球大佬张鼠光对赵本山表示 辽族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根 建议他可以考虑把辽族接管过来 由于对辽宁队一直很有感情 因此一听这话后 赵本山便当场下了决定 于是彼时的赵本山也成功地当上了辽族的董事长 的确 赵本山确实是奔着帮助辽族来的 因此上任以后 赵本山更是愁愁满志地使出浑身泄水 他先是为辽族拉来一笔1500万的赞助 然后又拉来一昂文鱼圈的朋友帮辽族站台 甚至拍着胸脯对辽族表示 你们只要认真踢球就好 其他任何难处踢出来 我帮忙解决 然而即便对辽族如此掏心掏肺 赵本山却还是彻底栽在了他们身上 2005年7月 辽族迎来赵本山接手后的第一场比赛 为了给辽族加油打气 赵本山就差把娱乐圈给搬过来了 从范围 纳英到满文军 江坤 一众大腕明星现身为辽族加油助威 而愁愁满志的赵本山 更是在现场激动呐喊 辽宁足球 有十年的很深的谋划抵御 全国球迷辽宁最好 辽宁秋迷安身最好 谢谢你们支持足球 谢谢 然而即便自己已经如此迈力 辽族却最终 还是以一比一平局的成绩 还给了赵本山 而碍于现场明星太多 他并没发作 但心里却对这样的结果非常不满 随后时间来到辽族对战 大连石得队的一场比赛 本以为辽族可以吸取教训 再接再厉 可没想到 最后却依旧以0比5的大比分惨败失利 不仅如此 赵本山更是听到了一些队员 踢假球的小道消息 因此事后在酒桌上 虽然没有明确点名 但他依旧对这位球员 说了一番别有深意的话 而从此事开始 赵本山也逐渐恍然大悟 自己当初踏进辽族 便是个彻头彻尾的陷阱 自己虽然身为董事长 但似乎 却只是大家眼中的提款机 回看当初的愁愁满志 再到如今的彻底心寒 自己好像才是那个冤大头 因此仅仅过了不到半年 赵本山也迅速从辽族抽身处 甚至表示自己从此再也不看足球 不仅赵本山被国足坑成大冤种 就连马云和王健林这样的大 都曾明里按理地表示 国足的水实在太深 我投资很大的乐趣 不是在于很大赢不赢 而是踹开门 看见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才发现足球原来是这样 难怪搞不好 虽然没有明确点名 但大佬们的态度 也足以说明一切